嗨各位我是鸡腿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更换 我们NHK的S1GP它的镜片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因为它这个静坐的设计啊 它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可能在拆其他的安全帽 它是可以从一边去单独拔起来的 对它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 它要就是一次两边一起 我会让它背对我 对然后背对我的情况下 镜片稍微溃在就是打开嘛 打到全开之后把它溃在我们的桌上就可以了 接着两边这个扣子压下去 两只手一起压 两边一起压下去之后呢 接着用力的压下去 就是稍微压下去两边就一起弹开了 这样子镜片就已经拆除完成咯 我们现在啊镜片已经拆掉了嘛 那在拆的时候是一起拆除 当然装回去的时候也是要一起装回去 它没有办法就是跟前面拆除一样 它没办法单一边先装回去 接着换另一边再装回去 它一样都是要一起的 那我们画面带来这里看一下 因为这边啊很多人会觉得 看起来好复杂 不知道要怎么对啊什么的 其实很简单 你就看这个点 对到上面 这样子 把它压平整就好了 接着压好换另一边 一样 有没有这个点 对到之后 记得 压好 对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力压咯 用力的 压着两侧之后 把它往下压 这样 确认有没有装好 第一个 开关嘛 再来看旁边 有没有平贴 对看一下我们旁边 有没有平贴 如果你没装好的话 我这边示范一个 没有装好的话 会变成这样 来 你以为装好了 对不对 但其实旁边 这里 它是开掉的 对这样就是没有装好咯 对所以各位自己记得 是要平贴的 才会是完整的 这样子你学到了吗 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底下留言分享哦 或者想看哪一个款式的 就是镜片拆妆教学也都可以留言哦 赞 自己说自己赞 哈哈哈